记者花梦景花莲报告,花莲玉里镇有一辆全国唯一会跑的邮局,明年将建满30年,花莲邮局推玉里行动邮车造型税,在邮政商城上4平位188元,但即日起到年底邮客若直接到玉里镇追邮车,现场拍照打卡送一瓶不用钱。 北台湾今天潘流冷嗖嗖,北回归县以南的玉里则是阳光普照,平常礼拜天休假的玉里行动邮车,今早开到玉里火车站前,和邮局新推出的邮车造型水合体,邮政宝宝公仔也现身,吸引大批游客来合照,来自台北的妈妈带着两个儿子来花莲玩。 今天到玉里骑自行车看到活动很热闹,也来排队等拍照打卡。 他说第一次见到会跑的邮局真的好特别。 行动邮车造型水的车头上有与你相遇,谐音在狱里遇见你,而邮车造型水也有有水满满的寓意。 中华邮政今天上午在狱里车站举办行动邮水发表会。 花莲邮局经理郭信燕说,中华邮政这次配合玉里地名满100年,特别推出行动邮局造型水。 玉里百年限定款,限量10万组,一组4平,从本月13日预购至今已陆续预购出6万平。 他说,见到193线经过玉里和东地区的德武、春日、松浦、观音、东风、月和六个里。 因为交通不便,部落分散在狭长约20公里范围设固定。 邮局很困难,因此在民国77年1月11日开办行动邮局,每天来回一趟要跑70公里,共停靠11个站。 明年1月将建满30年,30年如以日服务偏向拥有不便的民众,也让造型水的推出格外有意义。 他说,行动水美售出一组捐一元给玉里安德启治中心华山基金会还希望推广地方观光。 因此游客18日起到本月31日,追行动邮车到每个站点收集行动邮车戳张及戳卡,盖满三个张,并到行动邮车任意停靠点拍照打卡,就送行动邮车造型水一瓶,11个张都盖满就送一组四瓶,限量800份。 玉里行动邮车从民国77年迄今已换过两辆木。 前路上跑的是104年4月1日上路的三代木,至于二代木是在87年更换,扶一17年退休。 59岁的第一代油车司机纪景荣说,一代的油车是一辆宾式巴士,印象最深刻是行动油车曾变身旧户车。 20多年前高辽大桥还没通车和东到玉里镇交通不便,曾有位阿妈带着发烧的孙子在玉东国中站,要求行动邮车能不能在他们去镇上看病。 祖孙两人达到玉里原款前的诊所看医生,隔天又遇到这位阿妈。 阿妈一直感谢还好友邮局帮忙。